小朋友们早上好 这里是Miss Amanda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不同的种子 好,看看我这里有什么呢 有橘子 橙色的橘子 牛油果 绿色还有黑色的牛油果 番茄 红色的番茄 柠檬 黄色的柠檬 梨 黄色的梨 还有甜椒 绿色的甜椒 我们有这么多的水果 然后我们要把它们切开 看看它们的种子是怎么样的 好了,小朋友们我们看一看梨 你看梨的种子是棕色和黑色的梨的种子 番茄的种子在里面有一些白色的很小 柠檬的种子是这样子的 看小也是小的 辣椒的种子是白色的 有很多种子藏在里面 小种子 牛油果只有一颗种子 但是是怎么样 大种子 牛油果的种子很大 最后橘子 没有种子 Miss Amanda 没有看到种子 好了 小朋友们 现在我们要看一看更多的种子 好的 小朋友们 看这里就是石榴和石榴的种子 红色的石榴有红色的种子 苹果和苹果的种子 苹果是红色的 种子是棕色的 像日葵的种子是瓜子 看到了吗 是这样的 我还拿了一些呢 黑色的种子 南瓜 橙色的南瓜的种子 是有一些黄色的 像黄色一样的种子 玉米的种子 就是玉米 看我们每天吃的 就是玉米的种子 桃子 看我最爱的水果 桃子的种子 是这样子的 比较大 最后 西瓜的种子 是黑色的 看到了吗 很黑 没错 好的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再见